色澤紅潤鮮甜的愛聞芒果 令人看了就想吃 當然芳寮在地魚產石斑魚 做成任何料理也相當吸引人 芳寮向公所今年度 首次與台北市政府合作 帶著在地農魚特產 出征台北花博農民市集 要讓大家可以享受到屏東好物 芳寮漁果節 這是第一次我們把鄉鎮級的農特產 推廣到台北的花博農民市集 那也是第一次把我們的魚 也賣到了農民市集 因為過去花博農民市集 它是以水果為主 農產品為主 那因為我們芳寮有非常好的農產品 以及魚產品 所以我們一起也與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農會合作 來辦理第一次的鄉鎮級的芳寮漁果節 芳寮向石斑魚在台灣養殖業 占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今年越來越多養殖業者 投入無毒經營 也加入產銷履歷雙認證 讓民眾可以食的安心 芳寮是池斑產業 其實歷史非常悠久 我們過去有非常多在地的職人 去養殖培育出非常優良的石斑魚 而屏東愛文芳果遠近馳迷 現正是亮澄時期 想要吃到最慶甜美味的宰章蠅 絕對不能錯過這次的機會 芳寮的芳寮的芳寮 芳寮的芳果 因為我們芳寮過去是一個漁村靠海 那我們旁邊還有大午山這個山坡地 那我們的芳寮的芳果都是吹著海風長大 它擁有豐富的鹽分 所以產出來的這個芳果非常的鮮甜好吃 像這個果粒都快要跟我的臉一樣大 我們向全國的鄉親推薦 芳寮的芳果 芳寮與果節將於5月30號5月31號 在台北花博農民市集登場 當天除了鄉長會親自到現場叫賣行銷 也有邀請藝人同歡 歡迎民眾踴躍到訪 享受在地鮮甜好滋味 芳寮與果節鮮甜好滋味 讚 屏東新聞 博亭陽正義 採訪報導